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房子是非常奇特的一个造型 好像一条船 随后在船屋和它的周围 又接连发现一连串神秘的符号和图案 船屋中36个天井 72个地漏 108间房屋 似乎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 160多年的岁月藏丧 使老屋变得斑驳破损 但是在雕梁化洞之间 我们仍然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房子的屋梁是油漆过的 而窗格 门板 廊柱却没有油漆 在船屋建造前期 不惜工本地投入 却放弃了最后一道工序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为了破解屋主人的身世之谜 我们查阅了周固村仅存的一套皇室家谱 然而家谱中对屋主人的财富来源 却只字未提 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家谱中透露的另外一个秘密 屋主人的两个儿子 在一个月之内离奇报亡 在屋主人黄徽柔的墓地 我们惊奇地发现 黄徽柔竟然葬在专门安葬僧人的墓园 而寺院所在的深山 居然是藏门故故之地 深山密林中隐藏着的一百多名武僧 与黄徽柔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 透露出船屋暗藏的玄机 黄世宗此外墙皮突然脱落 砖墙上赫然出现了一排名字 专家由此推断 这座船屋或许与清代 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秘密班会 天地会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 撇齐很好中原 清政府实行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的野蛮政策 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在这样的背景下 抗清斗争在全国各地 特别是南方各省纷纷展开 天地会正是在这样 烽火连天的 动荡岁月中产生 在清朝268年的统治时期 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号召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抗清斗争 康熙中期以后 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 民族矛盾的缓解 清朝统治逐渐趋于稳固 天地会的反清斗争 不得不以秘密方式进行 鸦片战争后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秘密结社 对外称天地会 对内则称鸿门 因为金庸小说陆顶系中的描述 更为他蒙上了一堂神秘色牌 那么在历史上 天地会与黎川这片土地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在县档案馆查阅了清代的黎川县制 发现从顺振年间开始 在黎川就开始存在着天地会的早期组织 百花阴蒙的活动 这里是号称闽西第一关的山关 距离周虎村东南十二公里 自古就是从江西进入福建的必经之路 而在周虎村东北八公里的深山密林中 还完好的保留着一条已经废弃的古异道 今天看来阴森幽静的石板路 在清代时却是商旅不绝 马拉尖挑的货物频繁往来于敏干之间 然而这两条关道极易被官府封闭 据周虎村的老人讲 在锦邻船屋的后山还有一个很隐秘的山洞 据说可以直通福建 但从没有人敢进去过 挺身啊 好心好心啊 当心啊 就是这个动物 最心到底多心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一只猎狗 总是钻进去了 跑了七天这个晚上 然后在福建一个地方才发现了那只猎狗 在福建发现了 在福建才发现了 跑到福建去了 跑到福建去了 在清代 江西福建 曾经是天地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周虎村虽然地处偏僻 但是由于它连途敏干的特殊地理位置 极有可能被天地会所利用 在历史的风云忌讳中 被推到前台 扮演了一个隐秘的角色 而文献资料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高光年间 证明有个总督叫孙尔迪 他向道挂皇帝上了个咒词 里面就谈到了福建 这些废废都是江西过去 江西这些过去的废废 它称为江西传邦废废 其中里面很多都是从我们里传过去 由于天地会一直受蜻蜓追杀青角 其创始时间 创始人物等重要情节都密不识人 就连其帮会成员也不知情 天地会内部山堂林立 一度发展出小刀会 双刀会 三合会 三点会 等十一多种名目 而在各坛口之间 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 来管理会众和发布指令 为便于同会者互相识别 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接口 也就是通常说的暗号 乾隆嘉庆之际 开始把以往口耳相传的诗句 问答等暗语汇集成策 这就是在天地会会员之间 秘密流传的汇部 汇部中的暗语看似理俗 文艺却似通非通 外人看来若读天书 当年天地会成员之间 全凭一本汇部 进行联络和发展新的成员 红船这两个字 你比如这里边有些诗提到 脚踏红船是我舟 五乎四海到此有 有些会部里边 以兄弟有对大的形式 这样提 问 已到何处 已到丁山脚下 问 有何物在此 当 有红船在此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这个传行物跟天地会 这个鸿门呢 它就有这种 有一定的联系的 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抑郁着这种 同旧共济 反清复明 是这一种 寓意的这一种 物化的形象 神秘的万字符 有着怎样的寓意 奇特的圆窗 暗示着什么 金竹风寺来历如何 深山中的五僧 担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请继续收看 古屋遗云下集 虽然红船在鸿门密室中 频频出现 但是在此之前 所有的研究者 仅仅把它看作是 天地会的一种虚幻象征物 吴依萍没有想到 居然在周湖村 看到了一个 实实在在的红船 绘布中 绘声绘色描述的红船 刺激了吴依萍敏锐的神经 更为关键的是 吴依萍在绘布中 发现了这样一广暗雨 船用核料所到 上三十六 下七十二 核共一百零八 联想到 船屋中的三十六个天井 七十二个地漏 一百零八间房屋 吴依萍确信 这绝不是巧合 而是暗合了天地会早期的水浒崇拜 随后 在限制中 我们还找到了天地会 利用小乘佛教进行传播的记录 那么周湖村 反复出现佛教中的万字符 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作为民间学者 于永齐曾经在三十年的时间里 潜心研究天地会的历史 他对天地会的各种暗语 进行过专项研究 对于万字符 他提出了一种说法 由于天地会 尊万云龙为十足 在初期 天地会兄弟都称自己姓万 就像僧人都姓氏一样 所以万字在天地会中 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一个字 或许 这是万字符 作为天地会联络暗号的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鹿顶记中 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会通过暗语 来进行联络的情形 西山千古秀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万年流 原来你也是天地会的兄弟 那请问 你烧的是几柱下 而文献资料显示 天地会在街头的时候 要谨慎得多 因为烧有不慎 就有可能招来杀神之祸 为此 于永齐还特意为我们演示了一遍 鸿门兄弟街头的程序 现在我们来到的第一堂 这就开始要 第一个要用手势来表示 我是鸿门 有两种手势 一般是左手把它 袖子挽起来 右手开始 来个风房点头 这手势什么意思 这叫风房点头 这就表明我是鸿门在榜的 这是第一个台阶 这是第二个台阶 这是第三个台阶 那是第四个台阶 这里面就代表鸿门的案号 这四个台阶在鸿门里面 就代表四海水 四海水仁义堂 一句完整话 上下两个对上案号 一个四海水仁义堂就对上了 就证明这个堂口 就是属于鸿门的 这点在鸿门绘埔 包括鸿门各种记载上面 都有这条 专家们根据船屋中的种种迹象 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如果说这只是推测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发现 几乎为我们提供了 能够盖棺定论的证据 这里是位于周护村二十公里的寿昌寺 始建于唐代 据专家考证 从清初时 它就一直作为天地会的秘密据点 而金竹丰寺正是寿昌寺的分寺 困惑我们已久的问题 终于有了答案 既然寿昌寺是天地会的据点 那么作为分寺的金竹丰 必然与天地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金竹丰寺 这个大山深处的卧虎藏龙之地 果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来历 由此专家推断 隐藏在深山密林中的 这一百多名武僧 应该担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那些政典 他实际上也是配合保护者 政典一有什么动静 他马上就知道了 你知道他们过来 都是五名高强的人 一百多人 那一百多人 按照咱们现在来说 那就一个特征 特种部队 那是相当厉害的 黄辉柔墓葬的位置 高于金竹丰寺的住持 表明了他在会中 享有较高的地位 这一点 黄氏宗词中的 两个奇特的圆窗 可以印证 你看这里有两个圆形的藏符 你看一看 像不像船舵一样 我在泉州 某一角的草原 我就看到类似这种图案 这八字箭设向中心 就我所推测啊 这可能就是 白连教 天地会 源于摩尼教的一种图腾 两扇圆窗 是两只船渡 实际上是用来暗示 黄辉柔舵主的身份 这也是金竹丰寺武僧 需要听命于他的原因 至此 似乎每一个奇异的现象 都一一找到了对应的答案 那么 这位号称靖庄公的黄辉柔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身后 又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呢 一个偶然事件 透露财富的真相 后来发现这是鸦片 160斤 一次重大事变 改变屋主人的命运 可能他们也是 在里面 隐藏在老屋中的秘密 即将被揭开 请继续收看 五屋一人下集 随着藏层谜团 逐渐被揭开 黄辉柔的真实身份 终于浮出了水面 我推测他真实身份 他不是什么 他是用作生意 这个来掩盖他的身份 真实身份 你看这里这么多 鸿蒙的财产 这天地会财产 以我断定 他应该是鸿蒙 这些财产的一个看守者 那么 黄辉柔到底在做着什么生意 难道真的像传说中那样 他的家产 全部来自贩卖皮油 和经营当铺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发生的一个傲然事件 或许能告诉我们 事情的真相 1932年 当时一架飞机 从这里 风炸 把后面的墙炸到了 炸到里面 飞机过来以后 老百姓就过去 就发现里面 有很多 有死亚颜色饼 在里面 后来发现这是鸦片 160斤 按照这么算起 那鸦片就相当 相当多 因为过去鸦片 它在清朝的时候 这个鸦片 大概 按照现在笔子 应该是 一两房金 大概是一斤吧 按照原来的价格 所以数量相当大 专家有此认为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船屋中那一排排 整齐化衣 结构相同的房舍 实际上就是天地会 秘密联络 聚会的鸿门客栈 同时也是天地会 财富保存 可中转的据点 一屋多门 互互相连的独特设计 正是为防备不测 在遇到突然发生的变故时 无论身处哪个角落 都能随时逃走 史料记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天地会的武装抗清起义 此起彼伏 连绵不绝 遍及南方各省 蜻蜓的镇压 也更加血腥残酷 据青石鹿记载 道光二十四年 也就是周湖船屋建成的那一年 江西福建 发生了天地会 洗劫官府 严税查税的事件 道光皇帝下旨 严令江西福建两省的官员 协同痛脚严长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事变之前 黄辉柔事先得到了风声 于是在匆忙之中 弃屋逃亡了 这可能就是老屋中的房梁 经过了油漆 而门窗却没有来得及油漆的原因 可以想象的是 当时的黄辉柔并没有走远 他的目光始终默默注视着这座船屋 他的身影出没在连同江西福建的各个异道 游走于树昌寺和金竹丰寺之间 暗中操控着船屋中所发生的一切 然而对于这样的家庭 风平浪静 注定只是暂时的 公元1827年 即船屋建成三年之后 东南沿海发生的另一个事件 似乎于家谱中记载的 黄辉柔两个儿子的死亡 有着某种契合 当时福建的邓海跟到厦门 正好晓得起义 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参加了那次起义 在当时可能他们也是 在里面被杀掉了 或许他们失败以后逃到海外去了 所以在家谱里面了 你不可能把原来那个真实的寄出来 遭遇重大家庭变故的黄辉柔 反而变得更加义无反顾了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 他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 守护着这个船屋的财富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这座船屋显得豪华气派 而他的坟墓却极其简陋 因为他本来就是财富的看护者 而并不是拥有者 可以想象 包经风雨的黄辉柔必定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 终其一生都在坚守着他的秘密 十多年以后 黄辉柔带着这些秘密沉入了历史深处 此后 虽然他的坟墓遭到了盗掘 但是他几十年的苦心没有白费 这座他曾经倾注了毕生鲜血的老屋 一直替他保守着深厚的秘密 直到2026年的一天 周土村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怪事 一个隐藏近两百年的秘密 再终于结盖 每年的四月 江西都会进入绵绵的雨季 从来不露雨的黄氏宗祠也露起雨来 为防止山墙倒塌 村委会决定派人检修 青睐的工匠爬上梯子 轻轻地将天花板一块一块地打开 突然他心猛万壮连滚带爬地从楼梯上跑下来 脸声紧呼蛇蛇大黑蛇 天花板上怎么会有蛇 随后村里招来胆子大的人 一手拿手电一手握鱼叉上去抓蛇 他小音奕奕地爬了上去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果然看见墙壁上有两条大蛇一动不动 他再仔细观察 这才看清楚 原来是一幅壁画 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飞龙 中间是一座宝顶 这幅双龙睁顶图用黑墨绘成 每条龙长于四米 宽一米 左右两龙口含明珠 双目如炬 争夺居中的宝顶 随历经一百多年 依然栩栩如生 清晰可变 在中国古代 龙是真命天子的形象 宝顶更是帝王权力的象律 平民百姓家中不得私自刻画 当两条龙飞上同一架乌梁的时候 屋主人与大清王朝 争锋的雄心也就跃然而出了 船屋选择作息朝东 船头指向北方 那正是清廷所在的方向 据船行驶的方向 与身边这条洪水河的流向 刚好相反 犹如溺水行舟 正因为如此 才需要同舟共计 随着清廷日益严厉的绞杀 黄辉柔开始意识到 反清复明的志向 也许终究只能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是他的信念从未泯灭 并凝固在这座奇特的建筑中 而留存了下来 在辽宁省开园时 有一座神秘的寺庙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地下暗道 这里有两口无法抽堪的水盘 有一口能治病的怪警 这里还有很多蛇 但从不养人 惊喜收看逃遍中国系列片 奇幻秘文第九集 龙潭寻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